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各位好 我叫秦云 多多关照 控制的是你的工作 好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你先自己看看熟悉一下 等我这边忙完 我就找安排人带你 好 两位 请问一下 黎初遥的办公室在哪儿 你说黎总监啊 出门月管 最里面就是了 好的好的 谢谢啊 师父看我们不知道 他有人撑腰是不是 就是 一来就这个四厨 好 初遥 今天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 挺好的 我是想啊 请你跟同事 还有单总 咱们吃个饭 也当是感谢你们 你请同事们吃饭 我就不去了吧 不合适了 那有啥不合适的 我能到这儿 是吧 那得感谢你啊 我跟财务是两个部门 我怕要是去了的话 人家会说闲话 说你是靠关系进来的 就不好了 行吧 那你先忙 后会先出去吧 好 那些 kan 都已经是一回来 相应该我们要不要做的 如果我们去做的 Qualcomm 那我们要去做的 zagoshi 然后我们要去做的 我们都要去做 那我们去做了 别人去做的 的产品模仿 可火了 还有他们推出了漫画 很多漫画手 都在跟着话同仁 同仁 什么同仁 您不知道啊 就是 原来人物的二次创作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什么同仁不同仁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现在产品投放了多少 有效用户率 还有我让你做的 广告植核规划 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 金铁 不不 马上 那我开始问你了 嗯 你喜欢我吗 不喜欢 那 你想跟我看电影吗 不想 你的心跳得也太快了吧 我们现在总算是有起死回生的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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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们接到了差不多三千台机器的合作需求 我们现有的供货量肯定是跟不上了 我们现有的供货量肯定是跟不上了 还有一些是偏远城市 还有一些是偏远城市 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当地的销售商合作 你怎么看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销售网 这样更保险吧 这个咱们就以后再说吧 你的想法对长期发展肯定是更好的 但是现在 没钱 现在咱们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 咱们的生物样本库和知识库需要升级 咱们的用户有一大部分 都是公司和精英人群 他们愿意付费购买检测 但是对于检测的准确性和数据分析 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除了这群普通用户 咱们必须留住这群人 可以 可以留住客户 也可以继续铺产品 但是李洛书 我们现在账面上 三十万都不到了 一起谈吧 我想办法 承蒙各位董事这么多年的信任 让我可以在龙天 坐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所有感谢的话 都放在酒里了 我先干为敬 谢谢各位 李洛书 你今天请大家来的意思呢 我们也都明白 无非呢 是给初心追加投资的事情 这些年呢 我们大家也没少支持你 但是现在初心做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个无底洞啊 我们做投资的一向都有风险 像这样一个初创产品 难免会有困难和发展不顺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 他们还是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的 这是我做的一份利润的评估预计 各位董事请看一下 不用了 这些评估啊 冲冲状 你也不是没下过 难道你还真的能因为这个项目辞职 多的我也不说了 我们希望的是保证应有的利益 这一点希望你能明白 我知道 我作为龙天的一员 做事肯定以龙天的利益为先 我向各位董事保证 这次的投资 所有的问题 可以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你拿什么承担哪 身家性命啊 一安哪 你说咱们大家一起合作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这样 咱们呢 再给出席一个机会 别让我们失望啊 来 来 谢谢各位董事 对赌协议 准确地说 是一种估值调整机制 国际企业对国内企业投资里 这种方式很常见 具体的条款都在里面了 拿回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对 所以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之后 再做决定 好 还在想着合约的事情呢 合约我看过了 第一年盈利一千万 之后每年上浮百分之十二 洛书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初心现在的状况 可以完成吗 这个 我也不敢报仇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份合同影响的 不止是我一个人 我的同事啊 你还要办吗 你还要办吗 如果真的输了 你们该怎么办 你怕输啊 我是怕连累你们 你不会连累我的 也不存在什么连不连累我 你只要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洛书 我觉得很难完成 这就是在赌博呀 但是赌博也有输有赢啊 如果没有这笔投资 我们现在就输了 其他办法呢 银行贷款 依我们的资质 走银行根本贷不到这么多钱呢 民间借贷的利息有多高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如果最后咱们完不成呢 如果失败了呢 咱们拿什么回购那些股票啊 就我们几个人 倾家荡产也总得有点家产吧 现在啊 简直就是家徒四壁啊 没有那么多如果 这一次我们必须赢了 如果我们因为怕输 就不去做了 那不是我们的风格 我对我们的产品 对于我们所有的能力 有信心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好 前面要通过 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我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不用 别别别别别 什么呀 慢点 你上这边 咱们出来聊天就行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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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帮我看着那点啊 放心吧 走啊 我又不是半生不随了 孩子 怎么样怎么样 看到你俩这样真替你开心 还是多亏了你啊 谢谢啊 跟我客气什么呀 再客气我生气了啊 本来呢 这顿饭 应该是我这个干妈 请给一个小朋友的 那你就先牵着了 他没在公司给你添麻烦吧 当然没有啊 你对你老公有点信心好不好 你放心吧 有什么事我都会告诉你的 我都站在你这边 对了 那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忙不忙 不是说好让洛书一起过来的吗 他最近太忙了 忙得我都快找不到他了 看看我们这位啊 要是有洛书一半的能力 我就烧高香了 所以你啊 别光想着让马儿跑 不让马儿吃草 知道了 来 都给你 看你瘦的什么样 这些以后啊 都给我吃 你不许吃了 行行行行行行 给你给你 我是花钱让你搞死李洛书的 你就给我搞了个这个 韩总你别激动啊 不就是个小视频 引不起大风浪的 我不管它能不能引起 什么大风大浪 我要的是让它给我消失 这个 这个现在有点困难 那网络和地面都已经铺开了 你刚才不是说这视频 不会引起什么大风大浪的吗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是 我的意思是 韩总啊 不是 要不然 我们来聊一聊最近 非议的财报问题吧 我就 韩总 怎么赚钱 那是你的事 我要的是 让你怎么搞死李洛书 等你做到了 你再找我邀功 好吗 我们是有共同敌人 才站到一起的 我希望你回去想清楚 你到底用什么办法 才能搞死李洛书的公司 好不好 好 那我就回去想想 韩总 我倒有一个方法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得这么广 好 如果让大众知道 这段让他们觉得如此甜蜜的视频 其实是假的 男女主角 是亲且弟 你觉得大家会这么想 如果要是公开的话 那不就是给了他们更高的炒作能力 和关注度了吗 这是负面的 这是负面的 他们不敢出来身边 会越鸟越黑 这就叫 打蛇打七寸 郑重鸟害 可以考虑一下 这来 我们过来的 就是百里面的 可能很多人 根据 不会是 nas 怎么样啊 应该挺高兴的吧 在善烟的力推下呀 龙天刚给初心 投了两千万用来升级 我就不知道 什么样本库这么值钱 他连这个都告诉你啊 没有 我是在财务部 刚好就经手了 他是大盟人 那是时间离我这种小虾 可我听说 龙天已经 放弃出现了 有吗 我不知道 不过他们签的 好像是什么对赌协议 可能也是怕投出去的钱 收不回来 这样只是 行吧 我找到了 谁 在家里 碰到 你 想把你自己的 要做好呢 我家里有些事 今天晚上就不陪你们了 没事 你去吧 这儿有我们呢 放心吧 那我走了 我准备好了吗 吴总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今天初心科技系统更新 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但 别废话 这个事必须成功 搞不话李洛书 我们都有麻烦 好 你找个话叫什么呢 叫 开心生日期徒游 行 就得收拾开了 刚才许愿的没有啊 许了 这么快就许完了 许了什么愿 你跟妈说说 这愿我说出来就不灵了 你跟妈还不说真是 你就说这时间过得也多快啊 转眼儿子都二十四岁了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 这孩子逃的呀 每天这上的穿下跳的 我就愁啊 你说这样的小孩 只要长大了以后 谁家姑娘能看上我们呀 这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 还这么懂事 妈知足了 你要再给妈领回来个女朋友啊 妈就没别的心愿了 这孩子是怎么说话呢 我不谈啊 不谈啊 你老在家待着呀 我出去以后人家都该笑了 人家丹丹挺好的 你好好把握机会 那丹丹都出国了 你怎么还想着这个事呢 出国了 你出国干什么呀 什么时候出国的呀 为什么出国啊 忘了跟你汇报了 你 她本人就是从国外回来的 你回去怎么干不上 她是真不喜欢丹丹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你跟妈说说 妈去给你留意去吧 妈问你话呢 你看你姐干什么呀 你想让你姐帮着说呀 话说回来了 那个李洛书最近找你没有啊 他要再找你啊 你跟妈说 妈去骂他去 听到没有啊 妈 这说出城呢 你怎么要转到我身上啊 你们俩我都得说 我听你叨叨叨叨叨叨 你给儿子准备点礼物呢 我给你忘了 这 三奶奶 妈亲手给你织的围巾啊 颜色喜欢不喜欢啊 自己织的啊 又舒服又暖 快快戴上 戴上试试 那今儿还四十多了 放了放了 不带了 不带了 来来来来 咱们煎蛋糕吃蛋糕了啊 好 来 吴总 请稍等一会儿 出现的中央数据 都存在他们公司的中央处理器里 他们自以为做了很严密的加密 不过对我们来说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就给点时间吧 嗯 就给点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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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给点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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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 成功了 进去了 开始通知 好 好 是什么玩意儿 周琳 有人破解了我们 最高级别的防火墙 不可能 谁也不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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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试图窃取 间密文件呢 不可能 我们防火墙 可几乎是最高级别的 不是 他们怎么做到了 赶紧想办法阻止啊 好 别别别急 别急 没事啊 我已经把用户资料 放在隐藏分区了 他们就算找到了 也要破解密码了 不不不不 这拖不了他们多长时间的 他们用的是海外服务器 每十秒更换一次位置 根本追溯不到他们 糟了 有人找到了 我们隐藏网信息的 中间代理 发现了海外服务器的位置 和实际的位置 数据传出端口 什么意思 我们快被人发现了 发生停止 不能停 有人通过我们 对初心的操作踪迹 发现了我们所在的 公司的位置 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如果你不想被抓的话 我发现顾你来 是让你帮我来拿资料的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必须把资料够拿到 他在上面这儿了 停止不能停 如果你拿停止的话 剩下的钱一分钱都不想拿到 来不及了 不能停 不能停 发现了 吴总 只有这么多的 你自己小心吧 做到了 你别愿意 做到了 是 怎么回事 突然停止入侵了 可是 咱们已经拿他们没办法了 为什么会突然停止呢 不是 除了咱俩 还有人通过追溯攻击踪迹 查看到他们 海外服务器的位置 有人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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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已经是我能找到最好的黑客了 小心你自己先把咱们给玩死 韩总 我们下一步可以爆出初心疑似信息泄露 他们利用用户信息跟第三方交易 在水军炒得最火热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点点证据 我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的用户 敢相信初心的东西 不行 为什么 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死了 你觉得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这把火 会不会玩成引火自焚 谁都不好说 好 那韩总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了 这么大事情 为什么不后说 当时只是想了怎么补救 我们没想那么多 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不足措施 嗯 怎么样 信息泄露了 说实话 我不敢确定 一半一半的不能 对方应该是个高手 做得很小心 事后把入侵的痕迹抹得很干净 我和周琳都尝试过追踪 但没有追到 吴亚军这个混蛋 正面竞争他不敢 背后阴招玩得挺溜的 可是现在我们也没有正经 能指向就是他做的 这样吧 我们先检查一下 看信息有没有泄露 好 马上去 你们刚说有人帮你们 对 如果不是那个人 对方也不会那么快停止入侵 会谁啊 说不定啊 是吴亚军的死罪的 哎 也说不定是他之前找的黑客 实在看不下去了 愿意帮他 会不会是华阳呢 不可能 是谁也不能是他呀 别忘了之前都干了一些事 走走 好 你等着我吧 又没那么多吗 有 Och 你怎么会留学 有还没听见 你怎么知道是她呀 那你也不会留学 有还没听见 华阳 你怎么去疼 您跟您的电话 张黄的声音 您这个电话 您没为什么 您是在电话 您不是 want to give 您是在电话 什么 您的 您你都不必 您带出了 您全在这儿 您的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新款 这个可以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吗 好的 稍等一下 我能试一下吗 当然 可以 你觉得好看吗 你觉得好看吗 我是说 我觉得初遥戴着一定很好看 我相信你的眼光 包起来吧 好的 好嘞 这儿 问你个事 那个 我们家情况你不是了解吗 原来洛书办的是济阳手续 现在我想把户主改成他 你觉得 违不违反政策和规定 不违反 没有问题 包在我身上了 好 但是好端端的 您怎么想改这个呀 孩子大了 一会儿啊 快 这边留这儿吧 好 好 谢谢啊 您先忙着麻烦 您慢点啊 初遥 等你好久了 干吗不接我电话呀 还因为上次在这儿生气呢 你看 我给你买了个礼物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我不想看见你 先别生气 你先看一看礼物 好漂亮 初遥姐 男朋友对你真好 可千万别生气了 对啊 这可是限量定制款啊 我都喜欢好久了 对啊 但也只能是喜欢了 我男朋友 你们要是喜欢 你们就拿去吧 还有 他不是我男朋友 初遥 秦云 怎么 接他下班啊 怎么认识啊 对啊 高中同学 初遥 这小子呀 一直跟我说想跟你道歉 你就原谅他吧 你看 我没有撒谎吧 别生气了好不好 来 我帮你带下 初遥姐 有这么好的男人追你 你还生什么气啊 就是啊 我们羡慕不来呢 就是 昨天初心科技遭遇黑客攻击 你想不想知道 后面发生了什么 那就代表 好 你接受我的道歉了啊 这就对了嘛 你小子 下次可得住夜了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谢谢啊 昨晚肯定是吴亚军找了人 他们已经拿到了一部分资料 他这个人为了钱 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所以你们要小心 我录屏了昨晚的经过 发给你 怎么会这么强 你在怀疑我 对 之前我做了那样的事情 也不相信我是正常的 其实在非议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关注着初心 我没脸要求重新回来 不过是希望你们能够顺利一些 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那时候看到了 你们更新升级的消息 所以昨晚特意留意了一下 发现吴亚军找了黑客 为什么要帮我呢 因为我看不惯 吴亚军做的那些事情 他怎么能够和郭江峰 勾搭在一起呢 而且 还打了你和初遥姐 你现在看不小心 当初为什么要背叛我呢 当时我爸做生意欠了债 我妈起得住院了 我非常需要那笔钱 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和我们说 我觉得我说了没有用 你们那时候只听长达了的意见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话 我刚才说了很多话 记得不太清了 想吃点什么 初心的数据库 是你找黑客攻击的对不对 我可没这么说过 我只是听说啊 就想跟你讨论讨论 这些事情 连龙天都没有接到消息 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 李初遥 说话呢是要讲证据的 我只关心竞争对手 这有错吗 看来龙天 对初心了解还是很少的 究竟是你这个项目总监做得不够称职 还是初心有意义的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想对初心任何不好的 我不会放过你 你凭什么威胁我 不过 你的反应倒是给我了新思路 说不定哪天 初心就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对吧 如果你跟你洛书分手的话 事情也许不会变得那么糟 你做梦 洛书 不过 即使你现在不愿意相信我 我还是希望这些证据是对你们有用的 我就差一点追踪到黑客的地址了 如果你想让我继续追踪 或者是走法律程序 我都可以配合你 我不去和他们商量一下吧 韩子墨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找我麻烦 我可以当做是你疯了 你发神经 但是你要找洛书麻烦 我不会放过你的 李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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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还没说完呢 怎么又是你啊 陆叔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解释你了的 你们俩闹的是哪一出啊 夫唱夫随 配合着我演戏啊 这里是公众场合 好 你给自己留点面子 你跟事情谈完了吗 好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不是当初把信息给卖了那个人吗 他和以前一样 看着就撒 潘子墨 我发现 你倒是不一样了啊 越来越混蛋了 你先别走啊 昨晚那个人是你爸 不是 你还没听我说什么事呢 你就这么着急否认 心虚啊 你想说什么 吴亚军当时给你多少钱 我双倍给你 帮我做事 不用了 你还没听我说什么事呢 没准你会感兴趣啊 你小韩总想做的事 吴飞和吴亚军差不多 而且你看了 洛书现在不会相信我的 况且你要我做的事 我估计做不到 而且我也不想做 像你这种人 都会输得一败堵地 你们的数据库 真的被黑客入侵了 是啊 最头疼的是 我们还没有证明 证明的是非语做的 作曲 李宗盛 从你身上最后的一个人 直播绝望的前辰 空中的日子 尽数的甜味 尽广的死 尽广尽 介绍的前辑 抹掉此心悲戒和所有离别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别人 有你在打心结 用我温柔声音 庆祝全部碎月 最后的情节 过境却未熟悉 抹掉此心悲戒和所有离别 流水的匆匆 是迎略过彩虹 你是一抹春风 吹散我都感动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一起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初步 该何去何从 我会让你走 我会让你走 我会让你走